毒辣大姐头虐男 滚水烫生火烧下体 台中市警方昨天破获一个 贩毒及暴力讨债的犯罪集团 逮捕绰号马牛的 自10岁大姐头马淑娟 与同伙共18人 并起出大批犯案工具 警方查出马牛以免费攻毒 吸收手下贩毒并暴力讨债 去年3月马牛手下就曾因贩毒起纠纷 造另一黑帮当街开枪追杀 差点丢命 马牛集团讨在手法毒辣 不仅殴打拘禁被害人 砸车毁屋 还曾将一名被害人 骗到Motel 围殴电击 在发光衣物 以胶带捆绑手脚 蒙上双眼 用热开水烫被害人身体 并拿打火机烧烫他的生殖器领虐 被害人遭拘禁两天 交付19万彩获释 他们是以制造贩毒为生 同时受脱来从事暴力讨债的行为 从去年到今年之间 提供有收证到有八起的暴力讨债集团的事件 警方证讯后 将马牛等18人 依组织犯罪条例 恐吓和伤害等罪嫌疑授 动新闻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